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拍完蹲下給後排拍,好嗎 差不多了,好嗎 前排拍了那麼久也遷就後排吧 各位,今天早上行政長官到立法會發表施政報告 但是由於是民主派議員一直在抗議 所以主席梁君彥最終宣布休會 所以今天林鄭月娥透過視像發表施政報告 是歷史上的第一次 而這份施政報告最長的篇幅是有關於房屋土地供應的 政府宣布50項短中期的支援措施等等 我們一起聽聽他出席記者會的情況 各位傳媒朋友,多謝大家來今晚記者會 稍後行政長官會先跟大家發言 之後會接受大家提問 當提問的時候,請大家先舉手 以及介紹你們的傳媒機構 我們現在先請行政長官發言 各位傳媒朋友,各位香港市民 我今早在立法會做了很短暫的發言之後 是需要透過視像向全港市民公布 我任內第三份施政報告 這份施政報告的標題是 珍惜香港,共建家園 我強調珍惜香港 因為過去幾個月,香港紛爭不斷 面對著持續升級的暴力 大家都憂心如焚 珍惜香港既是一個呼籲 也是香港市民的共同願望 今天,無論大家的政治立場是怎樣 我都希望大家能夠放下分歧 尋求方法,一起為香港找出路 這樣就帶出了我標題的第二部分 共建家園 這個標題的訊息是希望我們一起用行動 努力去共建香港這個家 家園這兩個字是很具體的 很容易令人聯想起的圖像 就是建立自己的家 所以今年宣讀的施政報告 我重點是討論房屋和土地供應 但是香港作為我們的家 我們這一片熱愛的土地 卻不是一堆房屋 也不是只是施政報告 附編中涵蓋的其他政策措施 這個家是應該包含著 大家對於多元文化、自由開放、法治 公平、公正、互相尊重和包容等價值的重視 我認為這是香港重要的精神面貌 這幾個月嚴重的社會紛爭 是對這些我們珍而重之的價值 發生了一些衝擊和挑戰 面對近月的事態 我深深明白到 作為一位從政者 不時是要醒覺 要確切地掌握民情 我也體會到 就算有良好的意願 都必須要開放包容 縱視行政的效率 也必須要耐心聆聽 在籌備今次施政報告的過程中 我在這裡跟大家分享 我的考慮和以往 我做了幾十年的政府工作 有幾點分別 第一 是擺脫了傳統的官方思維 放膽去採納一些 以往政府往往有保留 但是其實也是不少市民樂見的政策措施 在這裡跟大家舉幾個例子 第一個例子 是大膽地用收回土地條例 去收一些私人的土地 來建建公營房屋 大家都可能記得 官方過往的解說 就是沒有經過詳細的 新發展區的規劃 或者不是一個特定的政府工程項目 我們都是因為擔心 有一些法律的行動 一些司法的挑戰 而是沒有採用這個收回土地條例 這一把上方保劍 今天我們突破思維 為了令到土地為民所用 我們將會經過規劃之後 用土地收回條例 用收回土地條例 去收回這些私人擁有的土地 作百分百的公營房屋發展 第二個例子 是賦予市區重建局一個新的任務 讓市區重建局 可以在它的重建項目裡面 提供一些資助房屋 給合資格的人士 對我自己來說 我曾經擔任過五年發展局局長 我是負責事件局的工作 所以當時的官方思維 就是事件局需要自負盈規 是應該以審慎商業的原則運作 所以它收了舊樓 用七年樓齡賠償收了舊樓 應該讓它發展私人物業 來爭取收入 從而可以繼續做其他重建的項目 這不是市建局自己本身有什麼問題 是一個政府的思維和資源動用的問題 今天我也大膽地要求市區重建局 要擔負更加多的社會任務 就是透過重建的項目 得出來重建之後的樓宇 有一些是可以好像今年年初 成功出售首個首置先導項目 450個碼頭為到的單位 給有需要 然後需要政府稍微幫幫忙 想置業的家庭 第三個例子 是為輪候公屋家庭 和其他居住環境差的低收入人士 提供一個行償的現金津貼 或者坊間爭取的租金津貼 這個往時的想法就是 在沒有租館之下 提供這個津貼 只會益了業主 並不能夠直接幫到租客 這個或許是事實 也可能是一些海外例子的經驗 但是問題是要解決的 辦法總比困難多 所以只要特區政府 是有心幫這些輪候公屋 或者居住環境惡劣的人士 但是公屋供應又未到位 為什麼我們不可以用現金 來去輸解他們的壓力呢 所以今次施政報告提出 我真的需要多一些時間 去設計這個行償的現金生活津貼 來幫保這些居住環境惡劣 又未輪候到公屋的家庭 但是以濟然微之急 下年度將請關外基金 先後發放兩次的非公屋 非縱緩低收入的家庭 一個生活津貼 也就是所謂的MMO計劃 希望我們能夠爭取時間 但在2020年年底之前 可以設計到這個行償的計劃 第四個例子 是往時我們都很著重 政府的庫房收入 或者用者自負 今天我提出以交通管理的情況 而非政府庫房的收入 來決定是否徵收政府一些隧道的費用 所以在施政報告裡面提出 在北大嶼山幹線 即清餘隧道的 清餘管制區的收費 將會隨著明年年底 我們開通第二條的 到大嶼山的公路 即屯門赤立角的隧道之後 新舊隧道也同時不會再徵收這個費用 同樣的例子也是適用於張溫澳隧道 今天張溫澳隧道是唯一一條 張溫澳新市鎮出來市區的隧道 所以為了交通管理的考慮 是需要收費 但是當我們建好第二條的 張溫澳藍田隧道的時候 大概是2021年年底 兩條隧道都可以豁免收費 讓不僅駕車人士 營業的司機 或者公共運輸的交通 都可以不需要考慮收費 也可以更暢通無阻 使用這些政府的隧道 或者管制區 第五個例子就是商業模式 營運的企業 政府不應該用公帑來補貼 但是有一些以商業模式 營運的服務 又真是市民所急所需的 這次司令報告的一個例子 就是住在離島 很多萬以計的居民 他們要靠離島道輪服務 來出行 但大家都知道 要辦這些離島道輪服務 無論是資本成本 營運的成本都很高 於是離島的居民 又承擔不起 這個道輪的不斷可能要加票價 所以我們這次是以居民 可負擔的能力 這個角度來考慮 就是用公帑 來補貼離島的道輪服務 由往事的只是六條航線 現在增加到十四條的航線 都是可以獲得補貼 從而大大減低這些離島道輪 航班的收費 由於這些道輪服務 是很難經營的 所以大家現在看到 很多的道輪都是比較舊 既是為了更新這些道輪服務 和支持環保 特區政府會斥支一共七十億元 為其中十一條離島航線 構置四十七艘環保的新船 不僅提升服務的增數 亦都可以推動環保 亦都不會將這個資本的開支 轉嫁給離島的居民 要他們承受一些高的道輪服務費用 這五個例子是來反映我剛才說的 經過了這幾個月 我考慮到我們在施政方面 是要多聆聽市民的意見 是不應該過分以我們官方的想法為主導 為市民服務 第二個改變 亦都是以往我們認定一個工作 一個措施對公眾有利 我們做了大量籌備的工作 或者諮詢的工作 特別是內部的研判的工作 作了決定 已定了細節 然後就出台 去年大家都記得了 三歲分流 很多人都認為是一個這樣的例子 那個目的可能是良好的 但是因為未聽得足夠 所謂出台的措施 也都難以獲得多黨派的支持 今年的施政報告中 部分的措施 仍然是很值得做 但是我們都留有一個討論的空間 與民共議 其中最明顯的例子 就是在明日大嶺 願景之下的 郊爾州人工島的填海 為了能夠持續供應土地 特別是新增的土地 郊爾州人工島的填海 是不能夠放棄的 但是我們增加了 這件這麼重要工作的公眾參與 在兩方面 會進一步與民共議 第一個方面 是我會搭建平台 來跟不同的專業人士 特別是一些青年人 去共同討論 構建 明日大嶺 郊爾州人工島上的規劃 特別是城市規劃 智能的安裝 或者一些綠色的發展 第二個方面 是一個比較有創意的想法 就是研究如何將 在這個人工島填海上 所建的樓宇 與我們香港市民的置業 或者安居訴求 聯繫起來 大家聽下去 這個概念可能很抽象 但是目的是 希望今天的香港市民 今天的香港年輕人 已經能夠感受到 十二年後 在人工島上建的樓宇 是他們有份的 實際怎樣做 我們會聽大家的意見 亦有不同的智庫提出了 譬如賣遠期的樓花 譬如做一些期權的安排 讓他們可以早些入場 來賣這些樓房 雖然有了這些改變 但我相信大家都會問 難道這份施政報告 就是近月社會事件的答案嗎 當然不是 施政報告只是一個開始 我在施政報告中 提出的一些措施 去處理社會最關注的問題 即是土地房屋問題 也提出了一個新的處事方法 希望能夠和社會各界更加多的互動 正如我在施政報告中強調 這也是我在九月四日提出的四點行動 我會邀請社會的領袖 專家和學者 成立一個獨立小組 深入檢視和研究其他深層次問題和矛盾 有關的籌備工作已經是展開了 我希望能夠盡快成立到這個獨立的小組 進行有關的工作 各位朋友 我明白到和平理性的市民 對於目前香港的狀況 甚至對於特區政府 或者我本人 都是感到不滿的 是因為大家都視香港為家 這是我出席了第一場社區對話 聆聽市民發言之後最大的感受 我感受到儘管參與者說了一些說話 在職場我會有一些或者特別的感受 但是很快我就知道 說這些說話的背後 是因為參加者很重視這個地方 很愛護這個地方 很珍惜這個地方 也是因為這個原因 我們會繼續以不同的形式 受廣泛的議題 包括在這本施政報告中提出的議題 與市民對話 但是另一方面 我們亦都很擔心地看到 有少數的人將暴力升級 或者有些人不喜歡聽到政府譴責暴力 但是面對越來越多暴力的行為 我們真的要問 暴力可以為香港帶來些甚麼呢 暴力能夠解決我們現在的矛盾嗎 還是反而令大家距離這個目標 越來越遠 最後我在這裡再一次呼籲大家珍惜這個城市 一起讓香港回復平靜 特別在2019年區議會選舉 就快舉行之際 我們更加需要一個和平安穩的環境 讓這場選舉可以順利舉行 多謝大家 謝謝 現在是提問的時間 請大家先舉手 然後怎樣也要 請你先介紹你的傳媒機構才發問 前排這位女主角 林太,你好聲特補記者 想問有關立法和行政關係方面 因為今早林太連入立法會宣讀 司令報告也宣讀不到 在這樣的情況下 預計未來的行政立法關係 其實都越來越惡劣 在這樣的情況下 政府如何透過立法會審議 以及通過一些 你可能是司令報告中提出的一些政策 是否都是依靠數夠票 就通過這個原則去進行 謝謝 多謝這位記者的提問 首先讓我解釋一下 今天雖然我進入了立法會 只能夠短短地說了幾句說話 但是從行政長官去符合 基本法裡面行政長官的憲制要求 就是說要向立法會作一個施政報告 而立法會也都要在基本法之下 去聽取行政長官的施政報告 這個目的已經達到了 因為我已經是親身進入了去立法會的議事廳 立法會大會當時是一個會議裡面的 但是很可惜 未能夠可以宣讀整份的施政報告 不過如果大家記得 過去兩年 我其實都沒有宣讀過整份的施政報告 而是選擇以一個發言 大概幾十分鐘來介紹這份施政報告 所以至少現在我們大家應該沒有一個疑問 究竟行政長官做了這個工作沒有 從法律和憲制的角度 今天我是完成了這個工作 但是我非常之樂意 只要一有機會 是可以向立法會交代這個施政報告的內容 以及接受議員的提問 明天上午是一個這樣的機會 我非常有決心 亦都是很誠懇地希望 明天的立法會會議的達文大會 能夠可以順利進行 至於你所問的 接下來的行政立法關係 會是怎樣處理呢 過去兩年 我是非常重視行政立法關係的 所以除了慣常的每季度 即是說一年四次行政長官出席立法會 接受議員的質詢 那是每次90分鐘 我亦都是很樂意加多了一個安排 就是每個月去短文短答 30分鐘 亦都是跟進了議員每一次提出的意見 交回報給他們 當然經過了今次的社會的紛爭 以及今早我們大家看到 那個相對都是比較激烈 或者迫力分明的狀況 我自己是擔心的 即是我本人以後會去到立法會 是得到什麼招呼呢 但對我自己來說 我都是盡量按住我自己 對於行政立法關係的重視 來推進我的工作 但更加重要的 不是只是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的關係 是整個行政機關和立法會的關係 因為立法會擁有很重要的憲制的功能 是要處理由行政機關提出的法案 以及所有的財務的撥款 大家這段日子都聽了很多 因為剛剛這幾天都在開財務委員會 去選主席和副主席 我們是積壓了大量的撥款申請 是需要立法會的財務委員會 早日能夠正常運作去審議 和批准這些撥款 這些撥款全部都是涉及香港 700多萬市民的福祉 無論是基建工程 或者一些舒緩的措施 特別是當經濟出現下行 我們更加需要一個政府 提出更加多的措施 而這些提出的措施 亦都需要立法會的財務委員會 或者立法會大會來通過 怎樣能夠可以達致這個立法行政 回復相對正常順利呢 我只能夠在這裏保證 我和我的同事 會盡我們的最大努力 去聽立法會多黨派的意見 去提供每一位議員 要求我們提供的資料 等到他們可以開展這些審議 但我都在這裏再次呼籲 所有的立法會議員 特別是泛民的立法會議員 都以市民的福祉為依歸 可以能夠盡快讓立法會 是回復正常的運作 謝謝 下一條 第二排白色三門 無線電視稱前良 想問一問林太 你關於收回土地條例的問題 你剛才說 用這條條例是突破思維 但其實你去年在立法會的時候 其實也有說過 可能會面對法律風險 其實有甚麼令你突然間 可以突破到這個思維 令你以前五年發展局局長任期 兩年特首任期都做不到的事 現在突然間做到 還是你想把矛頭 由政府轉向發展商 令社會氣氛沒有那麼紛爭 另外就是 因為說到司法 覆核的風險問題 其實你對這個土地供應 有多大把握是真的落實到呢 會不會軟水救不到近房 還有第三條 是關於手指按揭的問題 因為今天放寬了手指按揭的乘數 但大家都知道 接下來的樓市可能有機會下行 如果被人用更高的按揭乘數 還有更貴的樓 那到時會不會有機會吸引了人入市 然後令到更多負資產出現呢 謝謝 第一個問題 就正如我所說 往時我們是有用收回土地條例的 在兩種情形 大概兩種情形之下用 第一就是我們完成了一個 比較大規模的規劃 譬如古洞北、粉嶺北、洪水橋 做好規劃 而那個規劃程序 最往往是需時 三五七年限限地 做完規劃 我們就按著在規劃圖上面的每一個用途 去收回一些私人土地 譬如現在已經在做的新發展區 我今早的演詞都說 我們可能是要 接下來的五年 收成400公頃的私人土地 第二種就是我們有一個基建的項目 譬如建公路、建鐵路 或者要建一間醫院 裡面的地塊 有一些私人土地 我們都要用收回土地條例 所以這個上方保健是有用的 但是就在這些固有的情況之下用 今天我們用 就因為市民的住屋需求 是放在第一位 土地是用來建樓的 所以限制的土地 因為種種的原因 未能夠用來建設樓房 應該是由政府介入去處理 為了防止有司法的覆核 我們現在說的是 我們在改劃 做規劃 要改劃一些私人土地 作房屋用途 用途是需要百分百公營房屋 包括出租公屋 陸市居居居屋和守治 因為守治都是一個資助房屋 所以也是一個政府的行為 所以公共的用途 我們認為是滿足到的 和建公路、建學校、建醫院 是沒有什麼大分別 但是即使我們有相當有把握的法律意見 都不等於不會有司法覆核的挑戰 所以我亦都在演詞裏面呼籲地產發展商 這些私人土地的擁有人 能夠作一個對社會的回饋 去支持我們兩方面的工作 是涉及他們自己擁有的土地 一方面就是給我們收回 一些我們經過了規劃 認為可以做公營房屋發展的土地 一個就是土地共享的計劃 第二個就是在我們提出的土地供應的策略和計劃裡 是有長、中、短期的 如果純粹加起數字 是一個相當好的土地供應來源 事實上如果大家記得 在去年的土地大辯論 當時政府提供給尊責小組的欠缺土地 是大概1,200公頃 當然尊責小組說這個很低估 我現在都同意這個數字 相信也是很低估 是需要有更多的土地 不僅滿足現在的房屋或者經濟的需求 也可以建立一個土地的儲備 但是如果你加上我們在施政報告裡說 其實是不少的 量是不少的 但是也都是 正如我自己主動提 每一個策略 每一個項目都有挑戰 剛才我們說了有司法覆核的挑戰 有在規劃過程裡的反對聲音 也都有去到收地的時候那些衝突 所以有很多挑戰 所以也是為什麼土地供應小組 在去年年底交報告的時候 他那個報告的標題 是要齊心協力 必須要整個社會齊心協力 我們才能夠可以確保落實到 一系列的短、中、長期的土地供應的措施 至於在放寬 這個對於首次置業的按揭 那個樓價的上限 我留意到金融管理局 其實剛剛也發出了一個聲明 因為這個措施是即時生效 即現在已經是生效了 這個措施的目的 是協助有即時置業自用需要的人士 所以九成的按揭 是適用於落成了的住宅物業 所以這就帶回他的問題 現在香港事實上是有不少的人 特別是一些專業人士 兩夫婦都有工作 他是供得起這些樓 但是他給不到首期 因為在銀行的按揭 也是因為金融體系的安全 也有比較低的乘數 而即使由按揭證券公司提供的按揭保險 也只是有一個四百萬樓價的上限 大家都知道 就算這幾天回軟了的物業的市道 都很難找到四百萬樓價以下的物業 所以對於這班朋友來說 其實找不到首期是令到他們很難置業 或者是在無選擇之下 只能夠去買一手樓 因為買一手樓就由發展商提供議案 我自己身邊也有一些專業人士 都向我發過負氣 我明明供得起 我不是不想馬上買一手樓 我想去買一間二手樓 作為我上車的第一個單位 但是因為現在的按揭 買樓是無望 所以這次純粹是希望能夠幫到 這些它沒有足夠的首期 但是它有即時的置業需要的人士 至於你提到那個 或者擔心在樓價下行的時候 因為這些按揭的保證 這些保險都有其他的規矩的 第一就是它的供款入息比率 都是以百分之五十為上限 所以我們說是要證明供得起 也都要符合銀行的壓力測試 所以我都在這裡說 我們提供這個措施 是希望幫助到首次自業 有即時的住屋需要 想有多些扣樓的選擇的家庭 但是每一個家庭 每一位人士都當然要量力而為 看看大家是不是真的需要馬上去買樓 還有對於自己的供款能力的看法是怎樣的 這個是為了有意志業人士提供一個更加適切的支援的措施來的 請問一下 有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 希望 Arrowheadencing者的建策 如果您的公主席提及什麼 需要提及的主要主要做出了抗議 有希望國際維持性呢 和烈烈保險 而為公開自由在起中的法律 第一 每月的公主席提及 是一個成功的 每年的施政報告 行政長官都可以向市民介紹來年的各種的政策 和不同的議題 正如我在開場發言的時候 已經承認一份的施政報告 是不可能解決所有的社會問題 包括社會動盪 你提到兩個源頭 第一就是民主 第二就是損害一些自由 當然我是不同意香港的自由和權利 以某些形式受到損害 我們仍然有言論自由、新聞自由等等 至於民主來說 這是一個非常複雜的議題 我們必須要符合憲制上的要求 如果施政報告完全忽視現制責任 以及要提供雙保選 這不是一個負責任的做法 我五年前用了二十個月 希望在選擇行政長官的時候 可以有一個普選 那些建議是非常合理的 但是被人否決了 而同一幫人 現在就在說一些憲制改革 所以這份施政報告 未必是有政治上的一些方案 但是當情況是平靜下來的時候 我希望可以與社會各界有平靜的對話 以及透過成立一個委員會 我們也會檢討各種問題 以及社會的一些衝突 令我們可以找到一個出路 這個委員會就會有一些專家、學者等等 我相信他們會提供一些意見 去分析一下 為什麼在近月來 社會出現這些衝突 前提 各位女記者 深圳維持住香港記者 林太太 想問一下 你今年施政報告 聚焦香港本港土地和民生的問題 但是對於這個大灣區建設 以及香港扮演的那些個式 都不是太多 特別是跟去年的施政報告相比 其實政府是怎樣考慮 第二個問題就是 其實我們看到 澳門已經開始研究成立這個證交所 香港現在的情勢之下 擔不擔心香港的競爭力受到影響 謝謝 第一個問題就是 我已經開宗明而說 今年的施政報告 是聚焦處理土地房屋問題 但是不等於我們不關心其他議題 所以希望大家看這份施政報告的時候 可以看我們今年提供的一份新聞件 施政報告的附編 裡面對於以往我們提出的工作重點 無論是創新科技、一帶一路、越港、大灣區 以至到航運、物流、教育 方方面年都有涵蓋 而涵蓋的不僅是過往做了些什麼 未來這一年 在這些不同的範圍裡面 我們會做些什麼工作 所以請你放心 對於以往我們承諾了 或者對香港前途發展是有利的工作 我們會繼續做 而大灣區也都是為香港帶來很多的機遇 在施政報告的內容裡面 我有談及這些機遇 我亦都會繼續跟我的同事掌握 無論是越港、大灣區 或者一帶一路帶來的機遇 為香港的企業、專業人士 包括香港的青年人 提供更加多開拓他們的事業的機會 香港是一個國際供應的金融中心 亦都是我們國家裡面最開放 國際化程度最高的金融中心 所以我們對於香港這個金融中心的地位 是非常之有信心 事實上經過了這幾個月 你看到我們的金融體系、金融監管 甚至在各方面的金融工作 都是非常之穩妥的 所以當另一個地方 無論是澳門、上海、深圳 他們發展他們的金融事業的時候 我們都視之為一個契機 讓我們有多些機會 跟這些不同需要發展金融服務業的經濟 來合作 下一條 前排這位 呂記者 你好,林太,明報,何婉儀 剛才在立法院讀施政報告的時候 一開始有譴責暴力 到這個記者會 你才提到一些反省 其實政治問題、政治解決方案 是否就是你剛才所說的 那四項行動就足夠呢 其他事情是否不會做呢 另外就是今天明報有一個民調 有五成人覺得現在的暴力衝突 政府要負最大的責任 你同不同意呢 另外就是也有超過五成的人 對警察是零上任 提到如何可以平息社會風波 那七成人認為要重組警隊 你引咎辭職也是超過七成 落實雙普選超過八成 以及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 也有八成半 那其實你會否因應這個結果 去做一些回應呢 還有就是23條 其實你過去兩年的施政報告都有提及 其實今年施政報告和副編 都完全沒有提及 是否你任內是完全不會做 不會再想的 最後就是土地問題 那你用這個收回土地條例 請問你會否收回 成福的粉領高爾夫球場呢 謝謝 第一個問題 其實在過去幾個月 我都不斷回應這些問題 這些問題也都相信 不會因為一個民調 就是有令到它更加加深了 或者是減退了 就在今天我們首要做的 就是停止暴力 大家看到的不斷升級的暴力行為 是由一小撮的暴徒 是有組織有計劃 也都去到一個很極端的地步 來破壞香港 我不相信所有熱愛香港 珍惜香港這個城市的人 會進行這些目無法紀的暴力行為 所以如果要追究責任 這個責任應該是做出這些極端破壞行為的暴徒 要負上的責任 也都希望整個社會能夠一起 來到去對抗這一類的暴力行為 至於在《基本法23條》沒錯 在過去兩份的施政報告的文本裏面 都有接近相同的一段說話 就是《基本法23條》 維護國家安全是一個憲制的責任 是需要在香港進行本地立法 但是這件工作 在香港回歸以來是做過一次 也都引起了很大很大的紛爭和衝突 所以我一向的說法 就是必須要審時度勢 有一個適當的環境才能夠做 但是在這個適當環境未來到的時候 特區政府如果有其他現行可用的法律 不能夠避而不用都要用 因為沒有東西比維護國家安全更重要 香港是在一國兩制 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之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 如果國家安全都不能夠保障 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前途也都會受到危害的 今年你也都深水很清 你看到在施政報告的文本 或者是在附編裏面 也都沒有特別提到 事實上我想去到我任期的一半 現在看來我連目前的紛爭暴亂的行為 都未能夠完全可以壓止 要做另一場非常富有爭議性的工作 機會實在是比較低了 所以也作出了這個表態了 第三方面就是收回土地條例 我們今天的工作 是按照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交了給我們的全面報告 我們在今年年初 已經是全盤接受了他們的報告 包括在選項裏面的遊樂場用地 即是你提出的粉嶺哥爾夫球場 都是先收回的一部分 這三十多公頃 另外一部分是要長遠規劃 還有看看有沒有合適的地方可以遷移 事實上當區的居民都很擔心 如果是整個發展 對於當區的交通也有很大壓力 所以這次提出的土地供應的策略 並沒有偏離我們 對於土地供應小組 當時做了傳聞接受的回應 下一條 後面白色衫 後排是 RTHK 第一質問 你說你希望香港可以回到平均 和把暴力的暴力 但是 現在的DAB 正在你 為何要提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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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應 為何要提出的 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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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抵曰 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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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為 這個問題是說,現在很多人在網上也說了 其實現在的樓價只會繼續上落 所以你的措施都不會幫到一些人上車 其實只是令到發展商的得益 首先,講到你第一個問題 其實每一個人都希望香港可以走出這個困境 是盡快回歸正常的 因為對香港造成的傷害已經是十分之嚴重 沒有人是想再見到目前的情況繼續下去 但是要做到這一點,我一定要強調 我們一定不可以放棄或者偏離最重要的原則 才可以讓香港繼續 我在施政報告的發言那裡已經講了一些重要的原則 其中一點當然就是要擁護和保護一國兩制的原則 法治和制度優勢 如果你還記得的話,其實講到五大訴求 有一個是要求特赦的 這個完全是違反香港的法治 也都是違法的 如果以我來說,因為作為行政長官,我是沒有權去干預司法的程序 或者是檢控的工作 如果要求行政長官去做一些事情 而又是違法不合法的話 也都偏離了我們重要的法治精神 那我恐怕我是不能夠同意的 第二點就是 其中一項訴求就是要有普選 剛才我回答John的問題的時候已經講了 這個呢是要跟回有關的 是一國兩制底下的憲制的要求 和基本法的條文的 也都是我們不可以違反憲制的精神 來處理這一項訴求的 對不起,港姐,沒有用米 以行政長官來看,這個是不合法的 因為根據《基本法》 行政長官,又或者可以這樣說 為一個部門,為一個人 可以就這個檢控作決定 就是律政司的 所以如果你是叫我去同意這個訴求的話 那我就給了剛才那個答案你了 很多人也都不容忍 是叫特區政府 即是說,無論是律政司 還是另一個是當局 就去特赦這些人士 因為我們也都沒有這樣的司法管理權 因為根據《基本法》底下 那個檢控的工作 就是由律政司來負責的 剛才是說回那個是按揭方面的問題 我剛才答問題的時候也都答過了 剛剛就是香港 按政保險有限公司發出了新聞稿 我們這個措施 就希望協助那些首次置業人士 而他們本身是有足夠的收入 來去置業的 是可以還那個按揭的貸款的 可惜他們是沒有足夠的金錢去應付首期 因為銀行所給的貸款是比較小的 那現在呢 就是說到是按揭的乘數是九成 但是那個樓價上限是四百萬的 很多人都抱怨 職業人士都抱怨 他們就是一個兩難的困境 因為有這樣的規定 他們就無法置業 只能夠在一手的市場那裡 靠發展商給他們多一個按揭的貸款 所以這次這個建議就是想幫一些人 而他們是置業來自住的 所以現在說的是首次置業 而且是自用的物業來的 那麼他們就可以透過這個機制 有一個多一局的選擇 就是透過案證保險公司 他們可以有一個這樣的安排去買樓自住的 那現在不是說是私家壓力 是叫人在樓價下跌的情況之下 來去置業來去撐市的 最終來說買樓 在香港買樓其實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決定 我肯定就是每個人都要看回 也都會看回自己的財務的情況 政府的角色就是讓大家可以有多些選擇 還有就是令到有關人士可以作一個決定 看看當時的情況是怎樣 而作出自己的決定 第一排最遠的西裝的威南傑 林太你好 NOW TV 吳芷庚 想問剛才開場拍都提到 會用幾十億去購買一些離島的道輪 一些環保的道輪 其實理思政報局比較少說 我根據剛才lock in session 的時候聽到 我的理解就是那個船 政府買了之後 那個ownership 是那間船公司的 其實這個安排會不會有些奇怪呢 好像很益了那間船公司 即是那個營運已經有一些補貼 既然船還幫它買賣 另外就是那個施政報告 其實都有一些教育的措施 也有2500元的學生津貼 但是繼續都是中學小學幼稚園 都是沒有在讀大學的大學生 會不會進一步令他們對你的不滿增加 覺得你是當他們no stick 還有剛才你開場拍都提到 區議會選舉 我想很簡單問 光復香港時代革命 是不是一個會被DQ的口號 還有那些選舉主任 因應美國過了那個人權及民主法案 怕不怕那些選舉主任 DQ了人之後 他們以後就會被美國制裁 去不了美國 沒有得移民等等 麻煩你 第一就是在那個補貼離島的杜輪服務 原則上是因為考慮到這些離島服務 離島杜輪的服務 成本是很高的 無論是營運成本 或者是資本的成本 即是投資的成本 所以我們除了在營運成本 作出一個補貼 來減低它的加費壓力之外 亦都是建議在未來十年分階段 去幫它換了這些船 所以就令到它不需要自己去斥資來換船 實際上以今天的票價和收入 我看過那盤數 就沒有什麼營運商 是樂意自己去換船的 因為這些船是很貴的 這47艘船我們要花70億 所以你可以算到這些船是很貴的 所以那個生意是不能做的 所以我們面對 要不就有些船越來越舊 越來越噴黑煙 要不就政府去斥資換了這些船 但照我所知 我們未去到一個這麼細緻 考慮整個合約是怎樣做 但我會覺得 我們沒有可能把我們斥資買的船 就給了這些營運商 這些營運商可以拿我們的船 又去做其他東西 或者去投資或者借貸 應該不是這樣的 構思上是令到 因為它沒有了資本投資的需要 所以它就不需要加費這麼頻密 或者這麼高 整個導輪的服務可能往後 變成了一種營運及管理 而票價也要受到一定的監管 第二個問題就是 正如在施政報告的文本說 我們考慮到對很多家長來說 每年的開學的開支都有很多 雖然我們有些書寶津貼 那些其他東西 但很多都是有一個負擔來的 所以這次就把財政司司長 本來只是做一次的學習的津貼 我們就將它恆常化 以後每一年開學的時候 這些中學的日校 小學和幼稚園都可以有 這個2500元的學習的津貼 所以跟當時財政司長設計 這個一次性的紓困的措施一樣 就是大學生或者專上教育的學生 他有另一套的財政安排 他可以有貸款 可以有津貼給他 即所謂的grant and loan 所以就不是放在這個考慮裏面 但是對於青年人提供的支援 和幫助他們 在師兄報告的附編裏面 都有一些 特別是幫助他們 或者做實習、交流等方面 尤其是我在這裡必須提提 因為我都有人擔心 現在我又不是很關心教育 因為這次的教育的撥款 又不是很多 因為教育開支在過去兩年 增長了很多 由我還未開始上任的 50億元教育新資源 其實累積到現在 我們投放了 我都大大說超過80億的經常性開支 在教育 特別在專上教育 現在所有考到中學、會考、合資格 入大學的門檻 所有的同學都可以獲得三萬多元的資助 讓他們可以選擇 由一些自知的院校來讀書 第三個問題 有關區議會選舉 我在我剛才的發言裡 最後特別提到區議會選舉 因為目前社會都很擔心 這個11月24日的區議會選舉 能否順利進行 我想再次展示特區政府的立場 我們是非常有決心 是的 現場情況先看到這裡 三心一直播堂 會繼續直播現場情況 這次新聞報導完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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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